剑刃 剑格 剑柄 还有上面那个宝石 万表 刘行利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刘行利啊 我们接着上期说 不颠覆不迭代啊 看着这个第六代 法郎改用深灰色了 话说上次罗杰杜比要的那种蓝色的宝石 保持商们找齐了吗 不能被现有条件框住 除了深灰色法郎块 这款表的表牌上还用了 Murano玻璃和白金 你可能会说了啊 玻璃不高级吧 但是Murano玻璃 它美丽 珍贵 稀有 相当于艺术化的宝石 使意大利Murano这个地方独门秘籍 这么说吧 Murano玻璃那是可以当货币流通的 第六代圆桌骑士的表壳也具有颠覆性 如果我说这款表是大马士革钢的 你肯定觉得设计没什么新意 但是这款表是大马士革钛的 大马士革钢据说是赫梯人 在一千多年前开发的 被用在优质的刀剑上 罗杰杜比凭着惯有的勇于创新 和直面挑战的态度 改成了大马士革钛机 打造出独测美感和极致轻盈 比刚轻两倍 但比刚硬30% 而且完全具有生物相容性 从一块大马士革钛开始 先撤出表壳和表圈 然后沁入酸溶液 咬出独特的花纹 颠覆了传统的手工拉丝 但倒角抛光却一点不含糊 因为钛本身的特性 和大马士革工艺形成的机理 让抛光难度飙升 什么叫勇气 什么叫打破常规 第七代 骑士精神虽然已经流传千年了 但这种美好品质 已然留在许多人心中 这些现代骑士 是一群眼光独特的人群 他们对自己 对世界都抱有美好的期许 罗杰杜比用卓越非凡的万表 来表达这种精神 不断挑战游戏规则 总是引领超级万表的未来 这种理念在第七代 圆桌骑士万表上得到了升华 这个第七代表圈下方的 全新透明蓝宝石环圈 提供了极其精细的刻面 和全方位的视角 独具慧眼的收藏家们 受到秘密邀请 通过这种只有他们 才能获得的独家视角 全方位欣赏这些万表 现在咱们也可以享受 顶级层家的待遇了 第七代圆桌骑士 表现的是面向未来 圆桌骑士战胜了 外来入侵的傲慢 重聚在一起 突然地面出现一道裂痕 好像大地要裂开 危险临近 在无形的敌人面前 骑士们镇定自若 这次他们能赢吗 不能赢的话 传说就不是传说了 英雄总要面对未来 第七代圆桌骑士的表牌 用上了玻璃拼图 甭问呢 还是姆拉罗玻璃 黑色表现神秘和未知 现在你明白了吧 为什么罗杰杜比 这里不用宝石 而有姆拉罗玻璃 不能妨碍创作自由啊 每次都有28位 藏家集气地等着呢 十二骑士 从前几期的低多边造型艺术 回归到更为复杂的金雕 每个骑士都有中世纪的盔甲 板甲 盾牌和头盔 细节丰满 达到极致 雅斯坊的圆桌骑士传说 改编的文学影视作品多了去了啊 但如果再拍一部圆桌骑士电影 里面肯定会有中国骑士 就在这前四代圆桌骑士之间啊 穿插着中国的生肖限量版 就这三款 第一代生肖版 金雕骑士 换成了十二瘦手 第二代生肖版 全球限量发行十二枚 用的是821-6机芯 因为改成了24小时的盘了 每个生肖时标之间 间隔为一个时辰 也就是两小时啊 这是细致入围的 金雕工艺的现代杰作 十二生肖 十二地支汉字 以及八卦 卦象 都是18K玫瑰金铸造的 通过PATINA古法工艺啊 每处细节都被重新定义了 毛发 五毛 鳞片 甚至眼脸文理的每个细节 先毫必现 第三代生肖版表 引进了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啊 三地立体表盘 凝结自然 时间 天文 万象的规律 表盘上呈现了中国文化中的 十二时辰 十二生肖 十二地支 十天干 八卦等元素 人算不如天算啊 有了中华文化的加持 其实文化将在更高的维度上展开 如果用亚瑟王的剑来比喻的话 前几代圆桌骑士的万表 相当于剑的刃 而生肖版呢 就相当于剑的剑格 也就是护手啊 第六代 也就是大马士和泰 相当于剑柄 那么问题来了 剑手上的宝石是什么呢 把你的答案打在弹幕上 或者评论区都可以啊 就好比皇冠权杖上的宝石 圆桌骑士万表 剑手上的宝石 我觉得应该是钟表上一个传奇的机构 驼飞轮 这就是最新一代圆桌骑士万表 限量八枚的中置飞行驼飞轮版 驼飞轮是一种机构啊 它能抵消地心引力 对机械手表走势的影响 是个传奇的机构 当然有人把它叫做复杂功能了 理性的说 它是一个旋转的行纵器 传奇复杂 炫技是关键词 圆桌骑士驼飞轮版 把驼飞轮放在了中央 而且采用的是飞行模式 这不是咱们手机上的飞行模式啊 所谓飞行驼飞轮 它指的是浮动式驼飞轮 就是上面没有加板 不破坏表盘的艺术构图 时间方式也颠覆了 除了驼飞轮自带的秒针 它没有时针分针 它用了双圆盘系统 让姆纳路玻璃的组合 来显示分钟和小时 不能光富贵 还要有智慧啊 英雄最终战胜邪恶 骑士战胜了傲慢 保卫了王国的安宁 踏上了寻找圣碑之路 骑士精神代代相传 就像这个驼飞轮那样 规范着人们对骑士精神的想象 罗杰杜比的圆桌骑士 唤起骑士精神的复兴 说了这么多啊 今天这是圆桌骑士 最全的一次展示了 那么你们喜欢哪款呢 或者是你们对圆桌骑士 有什么期许呢 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打出来 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一键三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下次见没